民間國修應用教育部、國教育以及南島管政府補助的經費 中心改建後來變色的環境 從來改善變色、公、山、流水和裁缸的問題 也使用民間鄉、特色的農產品、紅樑國、薑、貴蕭作為主題來保抵變色 不只是提供核心一個熟悉的環境,也能提升美學的作用 公民又看見的環境是民間國修活動中心、中心改建的環境 為了要加強學生的美感教育 民間國修的校長有結合割庫定 請求朋友有投票的方式來掛電要使用什麼環境來保抵新的環境 國教育所補助跟新政府補助的廁所改建 一般大概學校都會改變成通風、舒適 還有節能這個方向 我們民間國小的廁所改善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改建的過程讓學生參與、結合課程 這個參與當然就是由學生來票選 例如說男生這邊的主題要以什麼 女生那邊的主題要以什麼為主軸 在小朋友票算以後 使用民間鄉、農地產品會聯合 請求跟地方的意想來保抵 不然可以讓學生實在在地文化產業 也是不會用學生味感到有重要的過程 所以我們跟小朋友課程的結合在於說 希望他們知道認同在地的文化 知道自己家鄉的產業 可以讓小朋友可以更了解自己地方的一個產業、文化 更深入認同自己在地生活的地方 這次的廁所美化活動的話 就是感覺讓民間國小煥然一新了 就是學生來這裡參加活動的時候 要上廁所也方便多了 藉由民間的特產 薑、薑、茶葉、火龍果 然後就是也藉此讓小孩子 對我們民間的產物還有文化 能夠更加了解 這次廁所的精修工廠 改成我們本更耍不夠 以及追溯漏水的問題 提供一個安全和舒適的環境 也落實之後十二年 國家告有多元核實的精神 記者請描長不多 請描長多元核實的精神 請描長多元核實的精神 請描長多元核實的精神